你逢中必反 對於遊戲玩家而言 他們不管政治的 對遊戲玩家而言是說 這個遊戲對我而言好不好玩 我的體驗能不能夠滿足 遊戲體驗是最重要的 那管理政治 政府與其把那些錢 去蓋什麼點面線平台 把這些錢拿去購買綠電 不如多花一點心思 去輔佐遊戲產業 最好能夠打造出一個 專屬於台派的遊戲 這樣台派就不會天天酸葡萄了 現在台派的問題在於說 為什麼要去鑽黑悟空 因為台灣沒有一個 專屬於台派的遊戲啊 所以政府趕快去輔佐 做出一個給台派玩的 比方說今天那個劇情內容就是 賴清德到立法院去國情報告 然後賴清德一到立法院 哇他可以左砍徐小新 右砍王鴻威 南砍謝龍介 北砍羅志強 然後最後遇到了大魔王 還可以打個韓國瑜幾拳 哇這遊戲內容開發出來 這樣打來打去 台派絕對不會乾乾叫 台派絕對鼓掌叫好啊 所以今天的問題在於是說 台派要問的是 我們政府有沒有做出一個 能夠滿足你台派的遊戲嘛 那現在就是因為台派 沒有專屬的遊戲可以玩 他們才要處處酸葡萄 他們才要處處產生相對剝奪感 處處的去唱衰黑悟空 這個才是我覺得台派現在覺得 很頭大的一個問題 好馬上來跟大家談 因為我這幾天也稍微來看一下 這個黑悟空的相關的新聞 因為這個黑悟空神話 他在大陸的取景就有36處 其中大本營在哪邊 山西 那麼山西這邊有27處 所以遊戲的在裡頭的曝光 有很多都是開發團隊 他們的場景從山西這邊實景掃描而來 所以我看那些youtuber都有去拍啊 去拍說我實際找到了這個場景之後呢 然後跟遊戲做出來的樣子 描繪出來的樣子到底有幾分像 其實看起來真的非常的逼真喔 我看過是真的很逼真 就是原來在這個比方說玉皇廟裡面的這一些畫作啊 這一些雕塑作品放在那邊 但是你在悟空裡面所看到的他不只會動 然後包含了他的髮絲啊 或他的唇形啊 或者是相關的這種遊戲體驗的這種聲光的效果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那也因為這樣子山西部分 山西官方也推出了一個 跟隨悟空遊山西的路線 就是在我旁邊這個 他其實是一整條的地圖 然後告訴你說 你去看了這個景之後呢 下一個景可以去哪邊 所以是一直的從 比方說雲剛石窟 再到什麼玄空寺啊 絕山寺啊玉皇廟等等 那是一連串的跟著悟空遊山西的 這樣的一個路線排下來 所以有一款遊戲 能夠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帶到國際 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那周邊的產品也很厲害 很多人說就一隻電腦 救了一隻猴子 救了電腦的市場 所以在大陸那邊 很多這種電腦的銷量是直接翻倍的 而且因為這種黑悟空3A嘛 所以他整個在電腦顯卡上面的使用上 會是更加需要高階的設備 所以很多人願意砸錢去換比較高階的電腦 為的就是要來玩黑悟空 為的就是要感受到他那種非常高級的 這種聲光體驗 選了高階顯卡 所以包含了這種5萬塊的電腦 銷量能夠翻倍 以及大家現在所看到的周邊的模型 也慢慢的跟上這一股熱潮 那剛剛看到那個悟空啊 這些設計團隊他們在開發的時候 悟空的眼球還可以轉動耶 你就知道那個坐的躲避針 你看那個悟空的眼睛在轉動啊 一個小小的頭 然後包含那個髮絲 包含他臉上的輪廓表情 眼睛還可以轉動 肚子非常的精緻 然後後面還有星巴克的袋子 應該是他們咖啡店的袋子 也全面的換上悟空 在網咖裡面 大家也都在玩悟空 所以整個大陸裡面掀起了一波 黑悟空的熱潮 可是綠粉綠煤 青鳥 側翼 台派 他們看到黑悟空 在大陸的成功 心裡很不適滋味 一直在唱衰黑悟空 我舉個例子 被罷免掉的王浩宇說什麼 他說呢 藍眉啊紅眉啊 瘋狂的宣傳黑悟空 在全球有多成功 但真相是 85%以上的玩家 來自中國 永遠不可能走向世界 而且怎麼知道 沒有灌水呢 中國不是最愛灌水了嗎 好這是王浩宇的說法 那按照王浩宇的說法 如果大陸那邊說85% 玩家在中國的話 那剩下的15% 一樣是銷到世界不是嗎 剩下15%不就是中國以外的 那一些人在玩嗎 那不就是某種程度也是 銷向國際嗎 而且王浩宇說85%玩家在中國 這根本不是一個重點 今天的重點不是說玩家在哪邊 今天的重點是 這個黑悟空他的銷量有沒有成功 照結果論來看有成功啊 賣出去啦賣破千萬套啊 20億的開發成本一天回本啊 所以今天的重點是說 這個遊戲開發商有沒有把錢賺回來嘛 那確實是有賺回來啊 那你管說玩家在中國或玩家在哪邊 這是一個重點嗎 所以去扯玩家的組成非常的無聊 然後好你要說他們賺的都是中國人的錢 那也是這個遊戲開發團隊厲害啊 他們可以去賺中國人的錢 而且還賺到回本 那是他們開發團隊厲害啊 那請問一下王浩宇你到底在說什麼 人家就大賺啊 大賺這件事情你沒有辦法去反駁啊 而且你光看那些YouTuber在直播 不只中文圈的YouTuber在玩這些遊戲 連歐美國家的YouTuber 也開始在玩這個遊戲啊 所以你們說這個文化很難銷到國外去 恐怕真的 恐怕真的 沒有你們所謂的銷不出去的問題 你看網咖上面大家都在打這個悟空 好 然後再來綠媒報導什麼 說黑神話現在陷入了抄襲風暴 有攝影師怒控他們直接盜用照片 那如果有這種盜用 當然就是遊戲紅是非多嘛 那當然這些攝影師他們就可以透過法律的程序 來跟這個公司打官司 如果你真的有相關的這種盜用的話 那我當然要取回我的權益 這完全是可以透過法律訴訟程序來處理的 以及有綠媒也報導 已經爆出退款潮 因為很多玩家不滿在第一關一直卡關 因為難度太高了 所以就退款 但這種退款的人說真的應該也是少數而已 會覺得這個遊戲太難 退款的一定也是少數 所以到底有多少人因為遊戲太難而退款呢 因為很多人應該是享受在這個破關的過程之中 那太難玩 玩到生氣這也常有的事啊 我之前在玩Wii那個Super Mario 馬利歐 他不是有一些那種關卡要一直跳來跳去嗎 然後你可能跳到一半你就被那個飛行的烏龜 碰到之後你人就死了 但你已經快要抵達終點了 可是你就差那一步你當然會生氣啊 所以當然有一些人會氣到一個 哎我想要把這個款項給退了 但這一波人到底是多不多 所以你只能夠看到對方成功之後 但是我們這邊一菜的去用這種方式 來唱衰黑悟空 我看到這些評論我是覺得綠粉很可憐啊 說穿了就是一句喔 見不得大陸好 然後又都是酸葡萄的心理 如果今天是日本任天堂Switch 推出了一款遊戲 然後他在全世界暢銷的話 這些綠粉會出征嗎 這些綠粉會唱衰嗎 就不會啊 那為什麼他們要唱衰黑悟空 就因為是made in China 因為是中國製造 所以綠粉們逢中必返 可是你逢中必返 對於遊戲玩家而言 他們不管政治的啊 對遊戲玩家而言是說 這個遊戲對我而言好不好玩 我的體驗能不能夠滿足 遊戲體驗是最重要的 那管理政治 今天這遊戲好玩 我也要玩啊 像我很喜歡去遊樂園 我看到有大陸的遊樂園 看起來也很好玩 我也想去玩他們的雲霄飛車啊 我哪管什麼政治意識形態 我就想玩 怎麼樣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遊戲體驗 凌駕在政治意識形態之上 那綠粉該問的是說 台灣能不能夠做到 你說可能台灣做3A遊戲 有點難 好那沒有關係 我們做不出3A 那有沒有類似的遊戲 能夠讓台灣的自製的獨立遊戲 能夠宣揚到全世界 甚至能夠讓台灣的這些風景 名勝古蹟一樣宣揚到國際 綠粉該問的是這個事情吧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看到黑悟空成功 然後好像我們都不要 我們不要模仿他們 我們不要去學習大陸是怎麼成功的 而是一再的唱衰他 最好就是他越爛 最好他越多人退款就越好 我就是一再的去唱衰 所以我真的有特別談到 韓國他們對於長年開發遊戲 會編列預算來輔助這些遊戲產業 但是我們的政府 有編列這種長年遊戲的預算 來輔助這些遊戲產業嗎 這看起來沒有啊 因為我們的錢拿去哪裡 我們的錢拿去製作點面線平台 我們的錢花大錢去買綠電 去售了台電肥了雲豹 我們的錢都是這樣子花的 但我們沒有錢能夠去 輔助我們的遊戲產業嗎 我覺得如果政府與其 把那些錢去蓋什麼點面線平台 把這些錢拿去購買綠電 不如多花一點心思 去輔助遊戲產業 最好能夠打造出一個 專屬於台派的遊戲 這樣台派就不會天天酸葡萄了 現在台派的問題在於說 為什麼要去鑽黑悟空 因為台灣沒有一個 專屬於台派的遊戲啊 所以政府趕快去輔助 做出一個給台派玩的 比方說今天那個劇情內容就是 賴清德到立法院去國情報告 然後賴清德一到立法院 哇他可以左砍徐小新 右砍王鴻威 南砍謝龍介 北砍羅志強 然後最後遇到了大魔王 還可以打個韓國瑜幾拳 哇這遊戲內容開發出來 這樣打來打去 台派絕對不會該該叫 台派絕對鼓掌叫好啊 所以今天的問題在於是說 台派要問的是 我們政府有沒有做出一個 能夠滿足你台派的遊戲嘛 那現在就是因為 台派沒有專屬的遊戲可以玩 他們才要處處酸葡萄 他們才要處處產生相對剝奪感 處處的去唱衰黑悟空 這個才是我覺得 台派現在覺得很頭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與其你一再的去抗中 你不如去學一下 到底人家怎麼把這個遊戲做好 怎麼樣把這個遊戲發揚光大 推到全世界 這才是重要的一個地方 最後我等一下要幫小編抹的 就是這個KS盧慧錄 恭喜今天九位得獎者獲得 KS盧慧錄 那同時如果大家沒抽到的 也歡迎大家可以到快點GO 把這個KS盧慧錄買起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